提到李湘,估计大家对他都不陌生,尽管他离开芒果台多时,但是他在商业界是混得风生水起,当娱乐总裁,做制片人,转型成了一名成功的商人,有时候还是很佩服李湘的勇气跟果断的,在芒果台主持快乐大本营好好的,是无可争议的总影一姐,说走就走,勇闯商界,当初评人,制片人,开办北京快乐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,任360娱乐总裁,所以说李湘还是很有能力的, 一挡爸爸去哪儿,李湘凭借着女儿王世玲再度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,之后李湘自己做推手,把王世玲推上了各大电影,为他开通微博粉丝直逼千万,小小年纪就成网红,投胎真是个技术活,不过貌似,现在大家最关心的,就是他们一家体重的问题了,赚钱了,自然吃了就好,但是李湘女儿王世玲的爷爷王辉更是厉害,王世玲爷爷是著名画家王辉,画了四十多年画,参加过各种国际大型展览,获奖颇风, 作品甚至拍卖到百万,拥有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,中国美协议委会委员,北京美协理事,中国文联书画艺术中心画家,教授等多个头衔,社会地位肯定是有的,王世玲曾一岁开始,王辉作为他的宝贝孙女儿作画,每年生日都会送上一幅画,画功高超,为妙为俏。